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來到潛水大師講一下錶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講一下鏡頭前面 TASK的品牌手錶 如果有看過之前的影片的朋友 可能都會覺得這個錶口熟口熟面 其實這個品牌最近推出了一個新型號 和之前的品牌都會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今天就拍片和大家介紹一下 未開始看錶錶的真新之前 也麻煩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讚好影片和分享給朋友 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有新影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事不宜遲我們開箱看看真新 好 開影片 好 又是一個熟口熟面的錶盒 其實和之前的錶盒的設計 就是接近一樣的 有一點點分別 如果有比較的話 可能會看到 除了這些字 這些字也一樣 常常都是有一塊金屬片寫了這隻錶 那些基本的資料 舉個例子 譬如說 不鏽鋼 日本自動機芯 南保石水晶錶面 日本製造 日本設計 100米防水等等 跟之前的錶盒 都是很相似的 唯獨有一點分別 就是前面 這個很漂亮的木製錶盒 都在黑道 這次的系列就是 Twin Lens 雙鏡頭 唯獨在這裡 跟之前有一點分別 特別標榜了這隻錶的設計 是Twin Lens 右手邊有一塊金屬片 也是 黑了Twin Lens 這個公仔 在這裡 即是說 這隻錶是 用這個 雙鏡頭的概念去設計 其次 這些大致上都是一樣 好 我們開來看看這隻錶的真身 給大家一點時間 給大家欣賞一下這隻錶 這隻錶 在尺寸方面 其實它跟之前那隻 都是一樣的 這個尺寸 直徑都是47 好 前後左右 看看 或者拿上一款比較 上一款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新款 尺寸方面 是一樣的 好 今天就不說舊款 先說新款 好了 看完了 開始介紹了 先講講基本資料 這個錶 它的尺寸是47 它是 全日本的設計 日本的Miyota機身 看到這隻錶 的吸引之處 就是 它是加插了很多相機的元素 它跟上一款最大的分別 因為這個系列 它都是用相機的概念去設計 但是 一看下去 跟上一款的分別 是什麼 就是 這隻錶 它是 一隻錶 裡面是很多 古老的雙鏡頭相機的元素 可以大家欣賞一下 裡面的錶盤 在12點位和6點位 都有一個圓圈 它是 仿照了傳統的雙鏡頭 兩個鏡頭 而中間它有一個長方形的位 真的好像一個 古董相機的設計 看下去 就像一隻錶 裡面有一部古董相機 這樣的感覺 大家都是相機的概念 但舊款 可以用來再說一說 舊款 舊款 都是相機的概念 但是 整隻錶 好像有一個鏡頭的概念 但是 新款 就不是 它是一隻錶 裡面有一部相機 而一部相機 裡面有一個雙鏡頭 它的概念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另外一種感覺 裡面的錶盤 其實都幾多 細節位都幾多 幾豐富 可以說 除了有一個雙鏡頭 中間有一個 好像有一個皮紋的相機 質感之外 也都在黑度方面 大家可以在旁邊 會看到有一些黑度 而這裏有一些黑度 其實 這一個Taxe的品牌 它和上一款都是一樣的 它的設計 是因為大陸就知道 我自己大陸的舊款 有時候看時間 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大錶 很多時候都會看黑度 即是分別由1至12 和分秒那方面 就由1至59 這些黑度 其實我們大錶 很多時候都會看這些 但是 舊款和新款都是 都是同一個特色 就是有時候看時間 如果你看到很準確 究竟現在是十幾分 或者二十幾分 即是你未必一定看得到的 那怎麼辦呢 如果全部都沒有黑度的話 那真的很難看 真的是靠估計 但如果你說這支錶 全部都給了黑度 那它真的和這支錶沒有分別 它就帶不出相機的感覺 所以你看到這支錶是很有趣的 舉個例子 譬如說 在15至25 它有少許黑度 就仿效了 像相機那些 調教光圈快門 那些看黑度的感覺 但是 再看真點 這些數字是有意思的 就像是15分 16 17 18 19 21 22 23 24 24 之後又沒有 這樣才能帶到相機的感覺 而另一方面 在40分至50分 亦都做了同類型的設計 你看到8、90 其實分別是指標的 答8、答9、答10 而在8和10之間 亦都看到一些黑度 41、42、43、44、46 其實這些就是秒數的黑度 那看上去 它有些黑度的設計 感覺上好像相機鏡頭的黑度 但實際上 其實是一隻錶入面看時間的黑度 但它又不可以比 如果整個圈360度都比黑度 那就帶不出相機的感覺 所以這隻錶的設計是很有趣的 而側面看一看 它的錶盤 亦都看到很多 即是很立體的Layer 那 那 中間前提到 這錶最突出的 就是中間那個位 雙鏡頭的 舊款的老爺相機 即是古董相機 而 旁邊的黑度 亦都是 都幾個層次的 那 而上面 大概 50分至到 58分左右 這裏也有些黑度 那 就 做到一個相機的感覺 那 除此之外 這錶的角度 一看下去 是有點像 計時錶的感覺 就是 Cornel的感覺 因為有兩個圈 但當然 看起來當然不是Cornel 這其實是 有一種Cornel的感覺 但其實是 一隻 就是 仿照相機的設計 那兩個鏡頭 那 這兩個房鏡頭 你看到兩個圈 也是 透明的 即是 通通的 可以看到 機械 機械 機械的動作 特別是 在下面 六點位 那個圈 大一點的 房鏡頭的圈 可以看到 機械的動作 除此之外 亦都看到 一些字 黑在中間 是一些 標的基本資料 譬如說 100米防水 10個ATM 而另外 在那邊 Send in Japan 所以 錶盤 其實看起來都很豐富 而那個 標圈方面 這個是 雙向的 標圈 而 標圈 亦都是黑了 一些 一些 資料 即是 自動機身 因為這隻標 是Miotar 8 系機身 所以 21石 而 上面 這隻標 的直徑 大概是47mm 那 這裡 中間 也寫了 46.5 即是接近47 其實都是這樣的意思 看起來 感覺上 好像是鏡頭的 尺寸 其實就不是 標的 直徑的尺寸 來的 正面 介紹 都大致上 看看其他側面 側面也 黑了一些資料 其實都很仔細的 日本仔設計 真是 挺正的 旁邊 有個字 Capture Each Moment Capture Each Moment 即是 我們 要 Capture 每一個時刻 那 真的有些意思 在設計方面 而旁邊 也寫了 ATL0411 這個 不知是甚麼意思 不知是指標的號碼 還是甚麼 而另一邊 巴迪 那方面 巴迪 也有 Task 品牌 雖然是100米防水 而這隻標是鎖霸的 可以鬆開 鬆開 可以去年 巴迪 可以留意 這裏很有趣 鬆開之後 鎖霸的 裡面有一個 黑色的膠圈 可能是一個防水膠圈 這個是這款才有的 上一款都沒有 先鎖回去 而巴迪下面 又有一個 扣 這個扣 應該是 紡照的 舊款相機的設計 旁邊 又有些 細緻位 有些 黑度 都是裝飾為主 而這個 BPH21600 其實是說 這隻標的 機芯 這個 屏幕的屏幕 所以 看上去 只是說設計 的細節 也有很多 再看一看 旁邊 除了 不鏽鋼 銀色標 之外 這些角位 也有些 相機的皮紋 元素 很棒 再看一看 錶底 錶底 也是 有一個 雙鏡頭 公仔的設計 可以看到 錶底的機芯 看上去 又有一個 雙鏡頭的感覺 這裏寫著 有些資料 有一個 設計 註冊了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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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 黑度 好像 錶盤的黑度 都是裝飾 而錶底 採用了 四口螺絲 開底蓋的設計 整個 錶的錶殼 每一個位置都有很多細緻的 都非常帶出相機的感覺 但是 跟之前的設計 真的是 兩個概念 或者再 再說 多兩句 這個概念 這個錶是新款 說過 舊款 真的 是帶出鏡頭 新款是帶出相機 完全是兩個概念 所以 還有一件事還未說 就是 這個錶 那個 錶面 是平錶面 是平面 是平面 藍寶石水晶錶面 是平的 而舊款 可以看到 是曲的 所以 他想過的概念 就是 舊款是曲 即是一個 波面 就是突出魚眼鏡的感覺 而新款 他不會做這個突出的波面 因為他不是想 這個 玻璃 當是一個鏡頭的感覺 所以 他純粹用平面的玻璃來設計 帶出了 這個錶 裡面 是一部相機 而鏡頭是在 錶裡面的相機 這兩個圈的雙鏡頭裡面 所以 沒有做到一個 曲面 那個魚眼鏡的感覺 好 除此之外 這支錶值得一讚 就是那條錶帶 其實舊款也是 都是用這條錶帶 這條錶帶其實不少東西 大有來頭 這個 HOWEIN帶 這支 有牌子的 聽聞這支牌子 都不便宜 這個HOWEIN帶 這支皮帶 如果要買這條錶帶 總之不便宜 幾錢 我就不太知道 可能一千幾百 限定 也有快拆扣 先拆出來看看 很方便 一拆就拆到了 這樣更好 拆出來更好介紹 這支皮帶 這支皮帶 也有品牌 的名字 這支皮帶 這支皮帶 也有快拆扣 錶帶 那支皮帶 也有厚 的牛皮 最漂亮的感覺 反而是我的扣 這個金屬扣 和這個扣 都很厚 這支皮帶 這邊也有TASK的標誌 這支皮帶 一點都不適合 這支皮帶 因為真的有牌子 印了在這裏 這支皮帶 很棒 不錯 不覺不覺 就把錶打散了 這支錶 除錶 還有一些配件 和舊款一樣 也有一個 你當是玩具也好 是一個 掃鏡頭的掃 其實之前的影片 也有介紹過 其實真的沒用 給你看看 拿出來掃層 你看完 你也會收回來 不會再拿出來 不過是一個 叫做 一些配件 還有當然 這支皮帶 這支皮帶 和之前的皮帶 當然不一樣 是印了 標榜了雙Logo的 公仔 和之前那支皮帶 可以蓋住 待會再組裝 不組裝 這支皮帶 還有一件事 是這支皮帶 很有趣 這支皮帶 這支皮帶 是甚麼東西 我都研究了很久 為甚麼會有 這支皮帶 這支皮帶 雖然這支錶 是相機的 概念設計 但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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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其實很有趣 一拉出來 有些東西看 有些照片 純粹參考 有些東西給你看看 即是說 即是可能 不排除 可能因為 現在 用真正的相機 菲林 的人 或者這些儀器 開始少 開始數碼化 或者 藉著這個機會 附送這些配件 給一些年輕的朋友 或者一些年輕的一代 看看 原來以前拍照是這樣的 有菲林的 拿出來曬照 可能是一種懷舊的感覺 即是 等於這件事 沒有那麼快 容易流失 純粹看 是否可以曬照 不知道 好 先捲回去 看完 捲回去 應該都是 用來收藏 因為 相信這些 現在的年輕一代 都未必接觸過 因為現在全部數碼化 純粹是 多一些配件 用來做 這些 對 好 我先砌一下 先把這支錶 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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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試過 夜光 因為這支錶 也有 夜光 雖然它不是一支 潛水錶 它的賣點也不是夜光 但是 它的夜光有多厲害 或者不厲害 可以給大家看看 好 給大家看之前 我再組裝一次 砌一下 砌一下 然後再組裝 這個皮蓋 給大家看看 效果就是這樣 今天 戴上手 就是這樣 當然 大家都不會這樣戴上街 純粹是有趣的 如果這樣戴上街 看時間的時候 打開 其實挺有趣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這樣戴上街 看完時間就蓋上去 但是一般自己 我自己都不會的 通常都是 放上去 對 正常的戴上街 就是這樣 這支錶 其實挺好看的 那個 錶盤的細節位 那方面 我覺得 就會更勝舊款 其實可以比較一下 當然各有各靈 舊款就帶出鏡頭 辛苦就帶出相機 好 差不多了 可以試一試夜光 試夜光 又是關燈 又不是太黑的關係 但都看到夜光究竟在哪裡帶出來 除了時分秒針之外 有部分的黑度 還有一些紫 都可以看到一些綠色的夜光 可能要黑一點的時候 會更加看到 但是 大致上都可以看到 夜光的部分 相比那些潛水錶 就不算太強勁 但都OK的 好 好 今天介紹這個 TASK的TWINS Lens 這支手錶 大致上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覺得 新款還是舊款 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就麻煩 記得分享給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按鐘仔 好 今天介紹大致上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